我的坚强主题呢是2022年上半年 北美声明科学市场动态展望 给大家分享一些数据 我会像我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公司介绍 接下来会介绍一下行业领先指数 并购活动风险投资和融资活动 热点与机会 还有一些市场趋势 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前景 尤其是疫情之后的生活如何来展望 我会跳个公司介绍这一部分 接下来让大家介绍一下一些 美国的医疗保健指数 首先是纳斯达克的ABB 它是纳斯达克的生物医药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呢 达到了最高点 而今年呢在6月份的时候呢 是达到了底部下跌了38% 第二个这个领域的指数呢 就是SPSIBI也是下跌了 并且下跌的幅度更大 从去年的峰值下跌了64% 今年达到了底部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乐观的迹象 因为在今年的下半年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指数有所反弹 我们看一下加拿大的医疗保健指数 我们看到相似的趋势 甚至呢跌幅更大 接近了80% 从去年的峰值跌了将近80% 在今年的6月份达到底部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市场的下行呢 有一些潜在的原因 首先呢就是疫情的影响 因为在疫情的最开始呢 很多的资金呢涌入市场 很多投资资金涌入市场 但是呢 因为劳动力和材料的短缺呢 所以呢导致成本上升 所以这些投资的回报率呢 并没有达到投资者的预期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领域的投资者在 抛售他们的国权 我们看到尤其是今年呢 美国激进的加息 为了对抗通货膨胀 也这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目前的市场情绪 并且呢大家担心呢 接下来会有经济衰退 所以这些呢 都是造成市场下行的一些原因 接下来谈一谈并购活动 我们看到2022年上半年 美国呢在生命科学领域的 并购活动是大幅降温 从这个图表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呢 也就是刚出现疫情的时候 没有很多的并购活动 在去年呢 我们看到并购活动呢 是在上升的 我们称之为是异常的一年 也就是说在这一年呢 出现了非同寻常的温度 我们从数据当中也可以看到 之后呢也有相似的趋势 今年呢 我们看到的是温度有所降温 相比去年来说 但是呢已经在慢慢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所以呢其实并不是非常差 因为去年呢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即使呢活动下降 但美国市场呢 我仍然看到一些积极的趋势 风投资金呢 也在图表当中我们看到 2021年同样是异常的一年 我们看到这些活动和交易额呢 都达到了分值 但是到了今年2022年 IPO和风投的金额呢 都回到了2020年之前的水平 对于加拿大的风投活动 之前我们谈到的是美国 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加拿大 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的水平 在今年呢我们看到 今年的投资交易额 也是出现降垮的趋势 但是我们第二个图片当中 我们看到呢趋势呢 其实并不是非常差 跌幅呢相较于之前呢 并不是非常差 只是说去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去年达到了峰值 所以相较于去年跌幅比较大 但是相较于疫情前的水平 并没有非常差劲的表现 在风投投资的美国 我们看到各地区的一个临床试验的活动 我们看到各地区的一个临床试验的活动 接下来呢是细胞领域中留学 相比去年呢是增加了10% 其中呢表现最好的就是中国 它是这个地区增长最快的国家 有52家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领域呢 因为疫情的影响呢 我们仍然存在 我们仍然是处于平坚 并且呢病毒一直在变异 那么我们看到 我们一些顶级的医药公司的业务 在追逐这个人潮 还有就是猴豆呢 猴豆的疫苗制造商呢 仍然在这个竞赛当中 来寻求合作伙伴 那么最后总结一下 疫后生活的前行 我们在医疗保健领域的数据科学呢 在一些领域的顶级医学工厂呢 让人在收集一些新的数据 并且呢他们希望能够结合机器学习 和人工智能来进行新药的研发 和临床试验活动 其次呢最重要就是 我们出现了新的免疫疗法 就是mRNA技术 可以鼓励疫苗的研发和执行 以更快速的速度来研发疫苗 并且呢我们看到一些企业 已经在研发癌症的疫苗 我们看到有潜力呢 在2024年呢 2030年可能就会有第一款疫苗 这些呢都可能是接下来几年在市场上 可能会有的突破 感谢各位的聆听 如果大家想要联系我们获取这些信息的话 大家可以联系我屏幕上的这些联系方式 也可以给我们发送邮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